先和我们爱奇娱乐的网友们先打开招呼呗 哈喽爱奇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们是TiBoys 那今年是第三次上出网了吗 那今年这个演出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和区别的东西 其实我们每年的演出都跟上一年会不一样 比如我们第一年是比较儿童类的节目 第二年是开场就比较喜庆 今年呢就是一个向未来展望的一个节目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节目 那既然是向未来展望 那不知道三位对未来都有什么各自的期许 未来你好 就一切都好 希望未来顺利 那一般备场的时候大家最常做一件事是什么呀 什么 备场的时候大家会休息的小窍门 没有其实备场的时候就会在看其他 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些节目 来放松一下心情 听说小凯最近在拍摄那个天坑英烈吗 那对于这样的冒险题材演的还过瘾吗 其实还蛮过瘾的 因为本身它是 它是有很多的那种 呃 比较惊险的镜头嘛 然后 拍摄的一些手法也是有一些 呃是以前是没拍过的 也是觉得比较的新颖 比较开心 那听说这次的拍摄环境是在极寒的天气拍摄 那明天雪地的拍摄有没有什么预寒的想象吗 嗯其实预表什么哈 就是你在那里就是忍着拍呗 对 没给自己都备点暖宝宝什么之类的 地妹妹哥哥姐姐们不管是在做什么工作还是在学校上学 都希望来年一切都好吧 工作学习都顺利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嗯 那那千禧也是刚发了全新的英文单曲吗 而且不久又参加了格来美 那希望未来自己做什么风格的音乐呢 做我喜欢的音乐 然后能体现出我个人风格的音乐 那这个民谣跟这个trap你自己这个比重会怎么安排呢 比重其实现在也自己不会考虑这些 只要自己喜欢就ok了 那在拍那个长安这部古装戏的时候 你会听民谣比较多吗 呃拍戏的时候其实按心情 然后听什么样的音乐都会听 那三位表演完这个节目接下来什么安排呢 出完假期 出完假期会去拍戏 嗯 休假休假 回剧组 回剧组 哦 那那新的一年三位有什么新的工作安排的打算 能和大家提前分享 嗯 其实就是暂时就是把这部戏给拍完 对 然后就是休一段时间 然后一些零散的工作 然后也进去组了 新年之后就拍戏 然后学习依靠 我看好像今年依旧是这个红色主题的演出服吗 那和之前比有什么新的特点 和那种小设计的新期待吗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喜庆的一个风格去带给大家红色嘛 新年希望大家都可以圆满自己都可以红 对每一年都要红红火火 对 对是这样 那再给我们网友送一下新年祝福吧 因为过完今天就是新的一年了 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狗年新大运狗年大吉 嗯 对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都好 祝大家顺利然后天天开心然后狗年汪汪 皇上